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大概一个月左右 今年2021年就完結了 究竟新一个季度新一年有什么投资主题呢 今天请来恒新的Bell 剧集 Bell 你好 Bell 我们过去一季常常说 很多不同的市场营绕着的因素 都是一些加息、提早退市、会不会超级通胀 最近这个星期多了一个因素就是疫情 又说疫情了,多了一大圈又是疫情 又说变种,搞到大家又害怕 会不会整个投资市场的风险为立再急升 又要再想一想新一年的部署 会不会有少少的提示给大家 或者你暂时怎么看这个因素 其实COVID这件事都已经在市场很久 大家很想忘记这件事 其实很多专家都说 COVID是不会这么快不见的 它会一直在 不过看看你怎样去治愈它 或者怎样预防它 上星期当然最大的新闻是Omicron 这个变种病毒大家还不太熟悉 所以它在非洲那里出现了 现在大家就好像已经传到几个国家都出现了变种病毒 这是一个投资风险 但我相信未来这几年 大家对于这个卫生环境 对于这个病毒 其实都会很cautious 不过最重要的是 科技的发展都是很快的 我想很多专家现在立刻在看怎么去治愈它 所以又不需要那么恐慌 还有我们经历过地几波 其实很多波 每一个国家 香港都有很多波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如何去应付这个疫情 对于投资市场的影响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大跌 很多投资者都在看 怎样可以再利用这个机会 去买一些长线都看好资产 譬如一些长线都表现得好 股票 很有质素的股票 另外一些债券 我想大家现在再来多几波 就想买东西 是的 都是想要看如何保存 因为始终市场的liquidity 那些资金都是很好 那没理由因为这个 又有一个新的variant 就令到市场真的不要再去投资了 那就重要了 等一下我们就会重点再讲一讲 究竟西连有什么特别投资主题 那等一下Bellrope给一点点 多一些提示我们 或者应该买一些什么类型的主题 其实直播是比较高 好吗 我们刚才提过了 就是弱略 就是现在的变种病毒 试入全球 很多地方 其实现在又再考虑会不会封关等等 但其实撇除这些因素 明年 其实你们本身觉得 市场可以用来参考的一些重大投资主题 有多少个呢 我想现在大家最关注就是一个 中国经济放慢 因为环球的经济和中国经济是有很大的关系 它是一个货车头来的 那如果是中国经济 如果好像现在看到的数据一路再放慢下去 其实市场都会担心整个环球的growth 都会受到影响的 再加上现在供应链是有些问题的 那如果在中国国内 它不生产得快些 或者是稍慢下去 其实对环球很大影响 所以第一个大家很关注 2022年 就是内地的经济究竟会不会稳定下来 或者官方会做些什么去帮忙支撑一下 没错 第二个比较大的主题 就是一路亦情节来说的数码化 Digitalization其实是环球一个很厉害的spending 就是所有的企业 无论你是做传统 或者你是新经济 大家都不停投资在这个数码 所以在这个Digitalization的过程之中 我想2022年都很重要 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机会来的 那还加上现在疫情都没走 那就可以看回Digital 第三样东西可以留意一下就是这个Dcap 那减碳呢其实是环球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要很留意 你和我都不可以忘记 如何可以帮忙减碳 那这个是很大的承认 还有这个气候变化 对环球真的很大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是 还有派开完那个Cup 26之后 其实环球各个很多地方 都开始有一些比较多的承诺 有些企业其实也都为了减碳这一方面 做了一些比较进取的承认 所以这一方面 我认为你也要多说一些 究竟我们是如何捕捉这个机遇 但比如Bell 如果我们逐个说 是否让大家深入了解你的看法 我想大家最关心就是内地 究竟新一轮 譬如一些监管风暴各样的那些 究竟完结了吗 我们到这一天 其实依然还听到一些互联网相关的监管升级 最新譬如有一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也涉及一些退市风险 然后一些支付上面的一些规管 亦都存紧会升级 内房方面 其实现在很多美元债 依然是存在一些觉得它会违约的一个价钱 Bell 会如何整体去到一个最坏的情况 你觉得今年在这个政策 就是内地政府的政策 其实有很多风风雨雨 有很多不确定性 它一直由出月 一直密密集集的 出了很多互联网方面的政策 然后又将焦点变回内房 那些企业的融资 资金链的情况 我觉得其实几样东西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他们在现在这个时候 是去出手 好过到时真的去到一个很大的bubble 或者互联网的反垄断 垄断的情况 它真的等到很严重才出手 其实到时更加大问题 所以其实内房的债 企业内房这个板块 在中国经济佔了很厉害的增长贡献 所以如果它是放慢了 当然大家都会担心 其实内地的经济究竟 究竟的增长在哪里 所以它在内地的基建那里 一定要立刻要撑住 那在内房的态度 我觉得这几个月 那么多事情出现了之后 其实它现在就想要托着它 就是它不想要有那么多系统性的恐慌出现 所以它会托着它 但是你说会不会去给水喉 但会不会大水给它 我觉得就比较困难 就会 因为它其实内房的负债 那些比例 那些情况 有一些还是资产负债表 看不到的情况 其实已经是严重了 所以只需要给它 那三条红线 所谓的 如何控制住 其实它们都看得很紧 那未来都会紧 但是会托着它 所以是不是情况这么坏呢 会影响到整个 叫做系统性 我觉得暂时就不会的 不如提到 内房方面 其实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事 不过你就说到 可能去到一些最坏的情况 中央其实都会出手去帮帮 甚至大家最近都看到市场操作方面 其实是缓解市场资金链的一些 一些流动性的压力 另外房地产 另外在某些地区 也都适应地放宽一些房贷的政策 这方面其实是在帮的 那Bell你又会觉得会不会 因为这样 所以令到大家现在经常忧虑 就是内房债这个风暴 会整体拖垮了内地经济 甚至明年会出现硬着陆 其实也是在回应第二点 是否未必会出现 12月就会有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 相信维稳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因为维稳的经济 维稳的就业 就是民生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就会看回 又说到均富的概念 共同富裕 其实都是想要社会很稳定 所以经济就不会慢得太重要 但是也都不会带水去惯他 所以一定是一个平衡 去找回他会拖一拖的经济 但是他也都会控制住他 令到他又不会run away 那个信体增长 所以未来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无论如何 我想说股市已经跌了很多 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很负面 所有的消息都好像很差 再加上变种病毒 令到你见到恒指 在今天都跌到一个新单位 上星期跌了千多点 现在可以说是环球股市之中 比较落后的股市 现在的股市又去到好像海啸时期 那样低位 其实都值得再提提 但是也要看你第三、四点 因为如果说到恒指的股值 是不是真的值得大家罵底呢 因为现在恒指成份股 那个比重已经开始 跟以前的比重 很多科技股的比重 是占比较大 而他们过去几个月 其实暴力式的调整 其实都令到我们恒指跌得比较多 跑输国内股市很多 那么中央对互联网行业规管方面 那你又会怎样看呢 前段时间我见有些大行 都相信出了报告 觉得好像松手了一点 有些游戏版号又可能会开出来 隔了两天之后又不是的 直接成立了一个 国家的反垄断组织 的一个对目去控制这一点 其实是不是这一点 就算股息低 你们投资界回应这个 比如投资者提问的时候 你都比较难去给一个建议 究竟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时候去买 我觉得投资市场的投资者 就是股民是很敏感的 其实对于这个Policy 一觉得有新东西出 就觉得好像不太对路 但是其实最后 你要看回本身这个行业 这个企业 它的业绩和前景究竟如何 虽然Policy会一直有来 一会儿又讲Data的Privacy 你怎样保护资料 网络的安全 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一直一直 就是有很多东西会出 因为以前没有怎么管 现在去管的时候 就会一直有新东西出 在这个时候 其实最后你要看回 不是要令到它严重 其实是要将整件事 就是structure 了它 令到它有些规范 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是一个机会 最重要就是看回 那个行业的前景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互联网这个行业 或者是Game也好 或者是电商也好 究竟这个前景是否在 究竟它的用户是否在增长 是不是它用那个时间 在互联网的时间一直是增长 就是有很多基本因素 我真的要去研究它 那有一些可能都没赚钱 但是它的估值又高到不得了 那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就不要去追 但是反而大家 好像很担心的时候 自己就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前景 那互联网方面 大家可能就适时找一些位 就要去做一些 比如说仓位上面的调整 而中美贸易争拗方面 其实也和互联网相关 或者是内房 那些其实全部都扔住了 之前我见过两位最高级的 拜登和中美领导人 其实都有一些电话会议 好像想合作 但是还有很多 比如包括审计制度 退市问题 那些都是未有什么breakthrough 阿Berry 你觉得这件事 在明年 其实会是在大家的经济 都面临着疫情的打击下 会不会先缓解一下 让大家输一口气 我觉得中美的关系 他们真的是 in a way 他们是complete 比如科技 大家都想要做科技的龙头 是啊 没错 有些真的complete 但有些他们又要合作 比如气候 这些东西 怎样可以减碳 怎样可以帮一下 或者气候变化 可以减碳到最少的伤害 这些东西他们很多时候又要合作 所以其实就 你说国家和国家中间 他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有argument 但是他有一些东西 他一定要work together 所以其实又不是真的看得那么差 他们需要的时候 是有用的时候 就一定会变成好朋友 但是他们有一些东西 他们真的摆明了 他们就是竞争的了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要看 不是真的完全是破坏性 但是就是有一些时候 他们又会出来做好朋友 那这个我们就要观察着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政策解读 就是address Bell说的第一件事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 内地方面的情况 会怎样走 而另一个大主题 其实也不止是Bell 你们说的 市面上很多其他投资银行 其实都开始在说 我们为什么捕捉 未来的投资领域 因为太多东西 如果市场调整的时候 买些什么 Bell就跟我说 你有没有留意千禧世代 我妈妈车边都是千禧世代 你是吧 我真的有庞大的消费 我是不是study自己的日常生活 其实我应该是找到投资主题 其实消费一直都是投资主题 这么多年 从我们开始看股市 一直到今时今日 消费都是最重要的一个trend 但现在消费的trend 主持人在哪里呢 其实是这一班千禧 那千禧是什么呢 千禧不是20岁 千禧是由现在21岁 今时今日21岁到40岁 这个群组叫千禧 它有23亿人 很多 是的 23亿人 去到2015年 即是4年之后 其实千禧呢 是的 4年之后 会占这一班人 它们就变成25岁到45岁 大概 这一班25岁到45岁 在4年之后 它会占全球 上班的人75% 就是大部分 在赚钱的人就是这一班人 所以它们的消费的趋势 它们的喜好 变成所有生产任何消费品 或者给服务的人 最紧张的群组 就是你要知道它们要什么 因为它们佔了最紧张的 最紧张的 它们在赚钱 它们又在赚钱 所以这一班人 究竟喜欢什么呢 我们真的要用很多心机去研究 比如你 你平时 究竟用多少是Digital 有多少时候你只是Physical 你可以想一想 究竟现在这一代的人 跟我们之前说过X Generation X 还有再早些 很有钱的那班Baby Boomer 其实是很不同的 就是它们会很重视一些 数码的东西 它们很重视社群 就是你想要买一样东西 或者你要做一个投资 所有人都跟你说Bitcoin 社会说Bitcoin 你可能就会去研究Bitcoin 你的喜好自然 就会跟回这个社会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一代 我是Generation X 我们是不会有这样的出现 我们要做什么投资的决定 我们自己看得很清楚 要做很多研究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一个社群的时代 所有的东西都要share 在这个前期 很多都是sharing 什么都要共享 坐车也要共享 很多资讯也要共享 而且很肯去積極去学一些新东西 这群人我看过 例如有些资料 略占全球的人口20% 亦是亚洲区劳动人口 占比最高的一群 使得起钱 因为我亦都想到 Bell的投资概念 有没有想到 究竟这群人经历了什么 例如96至01年间 互联网转型和快速增长期间 这群人一直都经历了这件事 之后中间又会有些很大的世界 譬如911事件等等 然后COVID 其实他们都比较影响 很深 因为很多其实已经有家人 有小朋友 他们也都很关注未来的环境生活 所以我想如果这群人占大比数 我们讨计他们一些生活的pattern 和他们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找到一些投资的主题 会不会是 我会很关注环境保护 我会很特别在乎究竟公司 会不会为我们创造 真是有社会责任 管治那些 没错 那个主题 其实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 没错 而且这两年真的很流行ESG 由2019年开始 你看到环球的投资 去基金那里 就是ESG相关的主题 是大部分的钱 没有ESG那里 都拿到钱 但是只有三分之一 去到ESG方面 投资产品的钱 是大约6500亿 但是其他没有ESG 那里收到的钱 都是二千多亿 是三分之一 所以那个分别是很大的 要告诉你 现在有投资者 今时今日 华视的人 他们是很重视这些 就是环境 和社会 是不是有社会责任 跟着社会的管治 企业的管治 他们是很介意这些 所以这些千禧人 就是说 在他们的Education 由小到大 对于这些东西 是比较介意多些 好着感 再加上 我们又经历了COVID 而搞到未完 对于那个环境的卫生 和保护 就看得非常重了 但譬如常常都会见到ESG三个字 E就是环境 S就是社会 G就是governance 即管治 往往追踪投资主题 E那样东西是最容易的 环保 对 我看香港早前 例如Morningstar 它经常都会公布 一些ESG基金的资金流入 原来 头一大胜流入 其实都是一些再生能源相关的 跟着你再跟我说 S和G 我不懂怎样追踪 其实Bell 是否都是这样分 我们不懂底下 其实都是追踪了一些E相关 E是很 visible的 周围都见到 因为E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都是好事来的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不用那么多煤矿 不想要那么多食化燃料的能源 即破坏环境那些东西 我们真的要很快很快去转型 其实上一次巴黎那个协议 环球气候的协议是2015年 已经过了6年 但是这6年 在这个新能源的投资 就是做了2万亿美月 但是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现在的气候都升温了 不知道多少 它们要加快 它们要追改目标 如果要是1.5度 未来它不是6年是2万亿 它一年都要花几万亿 才可以追到目标 所以知道这个投资是很庞大的 投资很庞大的 它那个产品 你看到投资的机会就会有很多 但是Social 刚刚说的S Social 和G Governance 其实都有的 有很多 Social的意志 其实就是说 你和那个员工的关系 你和社会的关系 你的产品是否安全 其实这件事 就是产品安全 我们马上会想到 产品安全 以前曾经出现大件事 大件事真的会出事 所以产品安全 有很多人用这种主题 而去做了一些相关的 发了一些债 出了一些所谓的ETF 这些都和社会的责任很有关系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 亦都可以很容易 今时今日 以前就不敢说 现在真的找到 多一些这类型的产品 Governance 不用说 Governance 你任何投资 你真的要给别人看 你作为一间上市公司 你展示给别人看 你今时ESG要展示 但是Governance 是由你上市 第一天开始 人家就很紧 捉得很紧 Governance 我相信大家都捉得很紧 不过就是E和S 在这几年 就是很多人都有关注 我们再说多一点 比如E方面 其实最责实的 我见近年 最多人跟我说 都是新能源车 你美国那边 已经升到次线 爆灯了 我们这边有些是更新的 这边也很好 就是一些中资股相关的 我想不同 地区都为了新能源车 占整体的乘用车比例 设定了一些目标 都挺进取 Bell是否觉得 这个是最扎实的 在未来几年 这种东西 就是快过于期 这种东西 没有人估计到 2021年 会有500万电动车 卖出去 这500万 其实是如何分析呢 中国国内卖了大概130万 欧洲那边卖了大概差不多 欧洲和中国 国内卖了 大家都卖了一百多万 美国卖了几十万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追 其实是美国 他们真的升得比较慢 虽然他们有所谓的Tesla 但其实他们是比较慢的 未来这个速度 就会由现在 今时今的500万 根据预测 2030年 9年之后 就去到6倍3200万 再去到204年 很多都已经没有再用 传统能源 欧洲车全部都是电动车 那时候就会有6600万的电动车 所以这个预测是看得到 还有是追得到的 就不是很虚 乱地说出来的 那就是因为很多传统汽车 制造业 他们都已经转型 要去做电动车了 所以这一件事 就是大家全部一起做 就不是真的电动车公司 这么简单 大家也可以留意 或者上网 有空看看数字 因为那些电动车公司 基本上 每月其实有时候 他们都会公布自己的 销售比例和进度 可以帮助你捉住 这个投资概念 也都小心不要高追 刚才Bell早已提过 有些估值差得贵 其实都要小心 不过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比较长线的概念 大家可以留意的 好了 今天谢谢Bell 和我们在短时间内 浓缩版地 大概说了 明年第一季先 一些比较大的投资主题 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 今天差不多 下次再来 好吗 好的 谢谢拜拜